全民哉族,施叠上回 上回讲到,在明朝考会试 如果上榜,不得了的嘛 政官发财前途无限的 所以,人人都考试的 考中就考,考不中的 作弊,拼命都要拼上榜 朝廷也十分清楚考试的重要 也知道你这帮考生很多都是鬼马出实的 所以,管理也十分严格的 规定凡是考试作弊的 重者,实头,轻者,也判坐监流放 但是,因为考试 如果是成功前途太美好 太吸引人了 所以,你怎么落重刑也好 考试作弊还是层出不穷 花样繁多的 最低级的作弊方式就是夹带了 所以,朝廷就规定 凡是进入考场的考生只准带筆 其他一律不准带入墙 学生入到考场之后 鎖住带门,不准出入 你是吃饭,睡觉,大小便,通通在里面 直到考试才放你出来 但是考生还是有他的办法的 好似他们将那些筆挖空它 将那些字体用薄薄的纸写 塞进筆里面 到时才挖出来看 或者,将墨烟挖空它 将材料塞进墨烟里面 然后拿出来看 后来,主考官就发现了 由规定,那些墨筆 不准空心的,一定要用实心的那些筆 墨烟的一律要用很薄的 不能够装纸进去 有些人够大胆 把答案包在石头上 在外面扔入考场 有些人还请神箭手帮手 将答案捲在箭上 然后射入考场 主考方面 由家派兵马来到巡视考场 场内、场外都抠得实 不过这些作为都是错级的东西 都是属于低级技术 高级的就不是这样 高级的就叫做第二类 他的办法呢 就是找人代考 即是找枪手 当时还没发明拍照的技术 所以那些准考证 只是写明这个人的特征 好像高矮肥秀 面白无数 至于如此类的特征 这些办法呢 一直流传到今天都用的 而且不断发扬光大 不过 真正有钱有势 有办法的人 不用这种技术的 他有第三种方法 就卖考试的题目 考试最重要的 关键问题就是题目了嘛 我预先如果知道考试题目 就百发百中 实际考到了 所以出题目的考官呢 就是学生主公的对象 但是明代规定的东西很严 也知道有这个情况呢 他立刻规定 凡是出题目的考官 一 你要集中住 甚至那些不是出题目的 他经过手 知道题目的人 都要集中住在考试到 不准外出 不准与任何人接触 即是说 不准涉漏题目 好了好了 买题目这条路又塞死了 卖题目的生意 很难做得成了 于是又有第四种办法产生了 第四种 就是收买考官 那你出题目的考官呢 就被你集中了 那很难买到题目的 不过既然买不到出题目的考官 我就不如去买改卷的考官吧 唉 虽然是题目不知道又怎样呢 但是改卷的 他给分的考官又很紧要的嘛 我文章作得慢慢的 他给高些分 我又一样上榜的嘛 不过呢 就正所谓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嘛 朝廷又想出个办法嘛 所有的试卷不准写名 只是有个偏好而已 无名无声 那你改卷的考官呢 他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想给高分你都不行的 那又折死了这条路 但是那些考生又是很聪明的 他又想过另一个办法 事先就埋通了 改卷的考官呢 就和他通水 我做个记号 虽然是无名无声 你看到这个记号就可以了 即是好像 开头那三个字呢 我就写大那些 文章结尾三个字呢 我就写得细一些 那看到头大尾小的那些呢 你就知道是我的嘛 你到时候是给高分就可以了 这个又挺有效的嘛 很多人是靠这样呢 哈哈 又上榜中进士嘛 哈哈 不过朝廷呢 哎呦 想出过对付这帮人的办法 搞到想作为这些学生呢 哈哈 这回就无路可走 这个办法是怎样的呢 朝廷呢 朝廷呢 就将所有的事件 集中之后 一律不写名 就另外找人呢 将那些事件 全部抄过了他 哈哈 那你不职就没得认嘛 你想说写大个字 那些事件 那些办法又行不通啊 那这些事件 没有到偏好呢 又没有命无性呢 那看来作弊呢 就没有什么办法的了 哈 啊 朝廷的想法真是十分周密啊 啊 怎知道呢 那些学生又想到另一个办法了 他又买通那些 改卷的那些考官呢 事先就约定 那 我文章呢 第一句呢 是写一句唐诗 文章最后那句呢 又是同一句唐诗 那你看到 一头一尾都是这句诗的呢 你就知道是我了 那你到时就会做的啦 天启元年呢 哎呀 就发生了件这样的事啦 一个叫做前千秋的学生 他买通了考官嘛 而先是夹定 那我文章呢 第一句啊 就是写手唐诗里面的一句 日朝平暴尚清环 文章每一个段落 最后那句呢 又是一朝平暴尚清环 那你就不用看笔迹啦 你只要看到 在头一尾都是一朝平暴尚清环 这篇就是我的啦 那你就会做的啦 这位前千秋的考生呢 啊就真的被他一下子 就平暴尚清环 就考重进士啦 不过呢 你要用这个办法啦 靠一个人就不行啦 一定要几个人夹手夹脚 啊? 啊? 就是要买通几个人 那才行的啦 啊? 啊? 人多又糟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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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是领导啊 啊? 也要负一定责任的嘛 再加上呢 他有个不共大天的仇人嘛 趁这个机会就来到害他啦 这个前千秋的仇人呢 就叫做韩敬 嗯? 他两个之所以成仇呢 又是七年前的事 那时 前千秋的仇人 由家乡去北京考试 本来他跟韩敬是互不相识的嘛 等到放榜之后才变成仇人啊 前千秋的仇人呢 他是与众不同的嘛 他呀 一上京考试都没考 他就知道自己我一定中状元的 沒有人敢跟我爭的 哇 他真是这么厉害 这么有文才 不是 他有钱而已 他大把钱 作弊 他作弊就厉害了 以前作弊的几种方式呢 什么夹带啊 找人代考啊 收买主考官啊 这些统统都是低级小疑科呢 他呀 他收买朝廷 他出大笔钱 他要买个状元啊 他怎么这么大本事呢 原来啊 他如先啊 就买通了朝廷中 华士那几个太监 买通了那些考官 出题目的人 有钱就使得鬼推磨玩 你出的大钱 那当然就可以圈定你 一定能考中状元的嘛 当然 你这么大胃口 今天出钱就少一点都不行的啦 据说啊 钱欠益啊 一出就出了二万两百银 哇 哎 按现在计数 一千二百万人民币了啊 出这么大价钱啊 那你就善谦益 撒撒个状元回来啦 哎 怎知道一山还有一山高 有个人比他更有钱 出手更宽却 这个就是韩京 韩京呢 也是有钱仔来的 他也是出一笔钱 来买状元 怎知道呢 钱欠益就先走了一步 哇 已经埋通了 改卷的考官嘛 考官一看到韩京的试卷呢 看都不看啊 就扔下字枝了 只是将钱欠益的试卷交上去 那韩京出了这么多钱 就以为自己是杀中状元的啦 怎知道找人一打听 喂喂喂喂 不是吧 是那个钱欠益中状元吧 韩京就生气了 豈有此理啊 啊 你赐钱多是吧 好 我就跟你斗过 那韩京啊 一加码 就加到四万两百银 即是二千四百万人民币 哇 又不是买过什么大官嘛 做个藏元而已 喂喂喂 这么多钱值不值啊 不是这么说啊 藏元郎啊 那大名是在学六石碑那里的 名流清史的 钱欠益呢 就功亏一轨 花了一千二百万 不过都好 都买回第二名 探花 那这个韩京呢 就花了两千幾百万人民币呢 就买了个藏元 但是呢 又找了个 血海深寿的死对头 就钱欠益了 钱欠益 虽然这次是输了给韩京 但是 他有一大批朋友嘛 他是东林党的头来的 好像叶向高啊 杨怜左光斗啊 孙成忠啊等等 都跟他好老友的 自己是东林党领导 就趁着警察呢 搞报复啦 就把这个韩京 赶出朝廷 韩京呢 就熬了几年冷板凳 好了 到现在 报仇机会到了 可以做到钱欠益的鸡脚啦 于是 就将 天启元年 钱千秋 买尊士的事呢 就爆出来 结果 钱千秋 就拉去充军了 尊士就没了了 连举人的咸头都切消了 但是啊 此巧虽然不是钱欠益 但是他是主管上级嘛 所以呢 也罚了他三个月的工资 今天眨眨眨呢 这件事呢 又过了几年了 现在呢 钱欠益面对着的 就是 周燕宇和 温体人 这两个人 之所以要整临 钱欠益呢 纯粹是妒忌问题 因为啊 因为啊 温体人 是当年首富沈一官的学生 很早就是内国成员的了 很早就是内国大学士的了 威信力很高的 他做大官那时候啊 你钱欠益 才刚刚入行 温体人 做礼部部长那时候呢 啊 又是你钱欠益的顶头上司 现在居然被你钱欠益爬头 逼了自己出来 搞到自己 连候选人都不是啊 你拎了 所以 就心怀不焚 其实啊 真正受钱欠益迫害的呢 是周燕宇 因为啊 他是状元出身的嘛 而且 一直都受皇帝重信的 所以 候选人 被钱欠益 拎了呢 他就更加不愤怯 一查呢 就知道是钱欠益 找人收买了个利部长 书王永光 所以呢 就将那周燕宇 逼了出去 所以呢 那周燕宇就死都不愤怯 就夹买 温体人一齐呢 背水一箭 想办法 和钱欠益来到拼老命 于是 就发生了这一件 温体人 尝书 撞告 钱欠益在七年前 在浙江考试 作弊的案件啊 那这件事呢 已经是 试过七年 陈年够长的啦 钱欠益到底 有没有受贵 有没有参加作弊呢 这些就很难查的嘛 是吧 现在 东林党的得势 钱欠益是东林党的首领 那整班大臣呢 都是东林党人来的嘛 个个都争予钱欠益的嘛 好像内国大学士李彪 内国大学士 钱龙石 定部尚书 乔韵星 尼部尚书 王永光等等 一班人都出来证明 不关这个钱欠益的事的 当时 一口咬定 这件案子还未结案的 钱欠益要负责的 坚持这种意见呢 只有两个人啊 就是周延宇 和温体仁两个 哇 你两个人 要跟全体内国的成员来拗 你怎么拗得人贏啊 加油 不过也很难说 结果如何呢 且待下回分解了